哇 幾個兇死啊 你明白嗎 所以有些事情你就看到 他下來的時候 無官一身輕 即是那個包袱輕了 你明白嗎 這個人是釋然的 好了 到了一個這樣的境地 他無所求 他又不會去找商界給一份工作去做 他沒有這些包袱 那人自然呢 即是現在他找到一個療療出路 就是寫文章 接著可能做電台節目 做電視 是啊 今天就做電視了 可能就是這樣 陳方式就是搞政治 是吧 他不是 是吧 那其實香港有些高官呢 都是 即是你和梁子民這一類比較 都是值得我們敬佩 像李明慧這樣 是吧 和其他幾個警務處長呢 那個分別就很不同 他不幫大財團打工 接著他去做義工 是吧 所以李明慧雖然我們當年批評過他 那個貝多芬事件 罵到他趴街 但是起碼你看他退休下來 是吧 那他可能喜歡貝多芬的音 反映他那個個人的那個 的價值和操守 喜歡貝多芬 現在呢 我們又講社民年的選情 因為聽我們節目的人都很關心 也都是人網論壇 也都開了很多關於每一個區 關於這個立法會選舉 我們社民年的情況 那你看香港人網呢 就是不能夠作俊的 因為香港人網我們擁人多 是吧 那如果香港人網的人投票 就是他們投票 我們就全部都是高票當選的了 我告訴你 那個絕對不能 想要他們全家 不能作俊 但是事實上 就是我們現在的處境呢 就不是真的太樂觀的 很老實告訴大家 是吧 你連公民黨都學人告急 那我們告什麼呢 我們就是 我們不是急 我們也是 今天馬家輝都差點候選人 有一個百分之十幾的都說告急 是吧 告什麼急呢 百分之十幾告什麼急呢 是吧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情況 大家都看到 就是在那個 無論中大和香港大學的民調 如果你相信這些民調的話 我們都是偏低的 是吧 就是相對來說 尤其是我們兩個現任的 新界東 新界西 都是偏低的 不過中大的民調 可能有些少許技術上的問題 港大就不準 但是我懷疑他呢 她那個分析的時候沒有家權 她可能沒有港大做得這麼多歷史 還有這麼有這個經驗呢 有些分析和有些資料統計方面 她仍然都是相差一點 但我呢 現在最後要把單張 進入公屋那裡的 我就會有幾句的 不信民調 是吧 不怕抹黑,不聽異語,要叫支持者三筆,你不要聽異語,誰救票,誰死定了,別投他 最後一個星期就有很多這些異語就會出的,抹黑,民調,棄補 高的那些就說你高了,不用投他,這個賓夠了,不要投他,我告訴他 低的就是棄補 劉慧卿說他在新東被其他民主派,民主黨那些已經到處說他救票,搶他的票 所以就是了,你現在公民黨很明顯,在五個區 我想說一件事,那天我和菲哥說的,他不高興,很不高興都是這樣說的 我說你要樂觀其成,現在除了民建聯,民主黨,公民黨 就只有社民聯,是五區直選都派人參選的 民協都一個,戒工都一個,公盟都一個,自由黨就三個 是唯一,我們還是唯一一個,我們參加五區直選,沒有參加功能組別的 民建聯有參加功能組別,民主黨有參加功能組別,公民黨有參加功能組別 即是說,我們短短未夠兩年,這個社民聯 即是現在可以有這樣的條件,去五區參選 令到那個政治光譜寬少少,我們代表基層 大家是不是應該樂觀其成? 你作為民主派的一員,你公民黨,或者民主黨,其他民主派 你是不是應該樂觀其成?而不是應該將我們邊緣化 不是,不是,不是,很老實,喂,哪個黨可以啊?我們特別之處 只是五個區都參選,而沒有參加功能組別 是不是?對香港的民主的堅持,為什麼要打壓我們呢?為什麼要抹黑我們呢? 為什麼要邊緣化我們呢?錢我又沒有你那麼多 你看公民黨的廣告,的士啦,小巴啦,地鐵啦,很可怕 錢從哪裡來的啊,大哥,真是,我也是拋頭 我們現在印飯那些入屋的單張,我這本書仔,我已經貴了,大哥 他們用那些轉舉報,我簡直是一本書仔 哇,糟糕,幾十平,四十五萬宣民 大夠好東西啊,它欠錢過我啊,它九十五萬宣民,它還便宜過我啊 我出本這樣的書仔 你印書仔怎麼同啊,大哥,我印了兩張字 幾十萬啊,只是這本書仔,所以我就,用我這個例子還沒計單張 我還沒計其他東西啊,是不是,還沒計那些義工居馬費啊,大哥 全部還沒計,喂,我們都要花很多錢 當然我們不會過過選舉經費 所以現在那個選舉越來越是呢,就是傾向這個 喂,你其他那些,你想一下他們那些廣告出到這樣 你說它花多少錢呢,是不是 你不過過上限,我真的怎樣都可以啊 還有它有很多可能沒有報了,就是某些開支,炸家衣啊,找其他那些位置吃了去 真的沒有報到競選開支,是不是 我們呢,就一定是全部報實的,因為我們根本一定不會過過過 所以我們一定是,一定是,一定是,一定是報實,一定是報實 是吧,不過我們又會小心點,就不要說漏報,是吧 就是這樣東西就是最緊要,所以我們都會很小心 找些,就是做開選舉的那些有經驗,好像大舊啊 還有我們這些數,現在我們將將都有單的,現在要做到 其實這次選舉呢,就是有一個角度 很多朋友有沒有認真留意的呢,就是 你看回全世界的政治發展 所有的有開始選舉的地區呢 就是你以前的靖民地國家也好,其他國家也好 一般來說呢,那個的交為左翼的思想 比如社會民主主義的政團那些呢 一般是會有一個角色呢,就是推動整個民主運動向前走 就算你看回以前,就算是中共,這個國民黨年代 是吧,就是當時二、三十年代的 很多的討論也好,這個發展也好 都很多是左翼民人,是吧 推動這個中國那個政治的討論 那個叫做進步力量 進步力量,是吧 所以呢,其實社民連家就在這個香港呢 就扮演這個進步力量的角色,是吧 你看回其他所謂大的民主派政黨呢 基本上都是偏向這個既得利益集團 是吧,他們自己本身呢 有它的利益,有它的關係 你參加功能組別,你大意想言 說是寸土必爭,那這個已經很難爭啦 怎麼寸土必爭呢 所以如果香港支持民主的朋友 想香港那個民主的進步力量有機會發展 或者透過社民連的角色去推動其他 較為大的民主派政黨 是堅守這個民主的立場呢 這一次選舉,如果令到這個社民連 有一定的席位呢 對整個香港長遠的民主發展呢 是有很重要的意義在這裏 就是我們那些不喜歡我們那些人呢 就是你又不妨冷靜點去想一下 真是短短的